为校园治安 台北市曾经花费1.1亿元 为169所学校建制电子围泥 但是防范效果似乎是不太可靠 来看到台市新闻的特别企划 就直接到台北市中山区的一所国小 挂在外墙上的布条被墙风吹起 整片横跃了电子围泥 惊动警报其大响 一直到隔天 校方才派人把布条固定好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也透露出安全隐忧 因为学校警卫透露 平时只要风太大 或者是下雨天 也会触动警报器 误报率颇高 那么担心要是真的出事了 就怕会演变成预言故事狼来了 警报器响个不停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仔细一看原来是围墙上的布条 被风吹起横跃过电子围泥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这里 就是布条在咬 没有人出来解围解 这样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路过民众拍下这场景 只说从好远的地方 就听见警报器大响 还以为国小是不是有歹徒闯入 后来看到真相是布条在作怪 实在很傻眼 而且想了好久都没人来处理 质疑校方态度不够积极 这如果我是家长一定很担心的 因为警报一直响 然后没有人出来处理 以后如果大家都麻痹 就觉得说是不是又有布条 或是什么落叶风吹草动进来 然后都不去管它的话 以后真的有小偷 或是伤害小朋友进来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是狼来了 被风吹飞的布条 校方虽然事后加强固定 但警卫也透露内心无奈 因为那个风开到把那个图钉 那个布整个吹起来破掉了 电子围离会范围那么大 风大一点就是什么树叶飘开 它也会降 太敏感了 下雨也会降 因为你低嘛 强风落叶甚至下雨天 都可能触碰到感应器 捍卫校园安全的电子围离 效率差 就怕要是真的出事 会不会变成狼来了 防不了应该防的 记者送到